各位同心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医长 带来演讲 请掌声欢迎 谢谢 我们各位同心 大家知安 大家好 今天大家要比较辛苦 要拼到黑暗10点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台湾租款地位贪特 有闽南语听不懂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 闽南语听不懂 那你客语会吗 客家话听得懂吗 听不懂 那我尽量用北京话讲 我们不要把我现在讲的这个说国语 这个是中国的语言不是我们的国语 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被迫使用这个语言 好 那么 首先 我想自我介绍一下 那个 我原来就对国民党 怀有很大的疑问 所以 在高中的时候 教官要我加入国民党 我也不加入 当兵一样 你如果当兵你有加入国民党 很多好康的 就会派给你 好比说一般我们去当兵 都是当士兵 但你如果有加入国民党 他就会给你编入 去做驾训队 去训练个几个月 出来就有大卡车 自用大卡车的牌照 等你退伍的时候 我早只有四十年前 那时候开大卡车 也是高收入了 还有或者送你去什么 电子通信学校 收信了几个月回来 你就升士官 变下士 好康的就都会 你来加入国民党 他用这种方式 等于来收买你的心 很多同乡一直去当兵 发现他加入国民党 他都坐得比较轻松 好的那个位置都被他们占据了 那一般的台湾人 如果没有去加入国民党 就在外面粗糙 葬卫兵 做到大了盆 四了盆 所以一直到我退伍以后 我们那时候就 那时候还没有开放观光 你要出国 大概只有三条路 第一个就是你留学 第二个就是你有特殊的才能 国外的公司要聘请你去当经理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技术 聘你去当工程师什么的 才可以出国 要有国外有发聘书 然后经过警备总部审核通过 才可以出国 那么第三个管道就是做什么 当船员 商船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退伍以后我要去考 我们有几个当兵的同事 就约一起要去考 结果就我考上 我就在那个万里 万里那边有一个船员训练中心 我去那边收信 然后就那时候要抽签 那时候有分国内的船商 还有跟外国的那个船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上外国船 可以搭飞机出去接船 以前要搭飞机机会不多 尤其是国际航线 所以我拍一文 我去抽到那个叫做阳明海运 你知道阳明海运是我们 以前叫做国伦嘛 阳明海运的前身是什么 就是招商局 那么197年 蒋介石的代表被提出联合国以后 中共那边就是呛吓说 在台湾的那些招商局的船 你如果不变更你的名称 我通通要把它抓回去 因为那时候等于说叛逃的嘛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成立一个新公司 叫做阳明海运 把所有的烟囱上面写 那个招商局那个那个骂骨 通通去掉 因为他怕你在国外会被扣押走 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没有联合国的席位了 所以是这样 那这个国伦我抽签我就不想去 可是后来里面有一个经理跟我讲说 你跑国伦有个好处 大部分都是跑日本 美国 这三个月就回来台湾一次 那你如果说到外国公司 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都不能回来 所以我想好也好 所以我就上了阳明海 然后从高雄港接船到 大阪 从我到大阪港 我们到了以后就是 把船系好 固定好 我们就可以上岸去玩 我那时候就是要求证说 国民党一直说他在台湾 他是战胜国打败日本 打败我们母国日本 他是用战胜国的姿态来台湾管台湾 然后我就想说 那到底现在日本是怎么样 我想做个实际的比较 我不要只看报章杂志的讲法 我一上大阪的案一上一进去 我真的就三十斤就骂出来了 国民党真的骗我们台湾人 骗得实实的 他所有的教育 所有历史事件的解释 都是错误的 那日本那时候已经很进步了 所以就更坚定我反国民党的心 所以后来 以前我就常看报章杂志 都是看党外 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 所以那是党外时期的杂志 像 那个 九十年代 或者是 以前有一个邓南荣 郑南荣 他设了很多出版社 他就是这间被查封 他马上用另外一张 那时候如果被查封的杂志 大家更想要看 为什么这一期会被查封 所以警辈总部把这个杂志一查封 我反而 洛阳梓柜大家抢着要买这本 所以以前我们去旧书滩买这些杂志 那个老板都是放在 他的抽屉里面 要看你熟悉的 常来买的 你跟他问有没有什么周刊 什么刊 他一看 他要先看你一下 确认你这个是老顾客 他就会拿出来 一般不然他说没有 我没有卖 就是怕 卖到警辈总部来查 你还卖给他 就抓去关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来民进党成立 在民进党还没有成立之前 他们有一个叫美丽岛账团 有一个美丽岛杂志社 那个美丽岛杂志的那个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这三本 我还有留下来 那时候我就都在看党外杂志 后来美丽岛事件发生 那一年 就是1979年 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 那是发生了美丽岛事件 那么 后来期盼到说 民进党成立 那我非常高兴 马上就加入 那时候我也刚结婚 没多久 小孩子还小 可是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没有 大家 我的朋友都 都骂我说 你笑的 你不怕 你 你怎么小时 你准备不怕要嫁人家 因为那时候 经常你如果 讲话 没有讲和国民党的意思 经常会被抓去 那个白色恐怖 那个阴影 都还在大家的心里 所以 在那一次 我还是依然加入民进党 所以我算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 那时候民进党真的很好 很多理想 很多 对台湾的主权的论述 对我来讲都是 好像都是对的 可是很可惜就是到了喜庆良 跟施明德当党主席的时候 我最佩服的就是 以前的黄信介党主席 他是出钱出力 花时间 他民进党没有钱 没有党 有时候党人的薪水 党工薪水也发不出来 他卖自己的房子土地 来维持民进党的开销 所以我非常佩服他 然后 许新良 当党主席 说要大胆吸进 要把台湾的资金 技术人才 都去中国投资 去教他们生产 跟台湾一样的东西 来回销台湾 打击台湾的产业 这个我就非常不认同 那么施明德 他是 说要大和解 要跟亲民党 或者是国民党来喝和解咖啡 那时候是新党 要喝和解咖啡 那你想看看 228事件 我们台湾人的精英 大概有三万人被杀 这还没有赔偿我们 那我们是热脸去贴人家两屁股 就揪人 就是我们是受害者 他是加害者 我们去找加害者 我原谅你 我们来喝咖啡 然后又说要从金马撤军 那金马那时候等于是 我们的前线 就要从前线撤军 那准备防卫台湾朋友了吗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很生气 所以我对民进党 从那时候开始失望 所以我就进见 民进党的一些活动 没有参加 可是没多久 我发现有一个叫做 建国党这个党成立 我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台湾独立 台湾要建国的 这个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我马上就加入 可是很可惜 这个党大概只有两年的时间 就开始消声媚气 为什么 他被民进党渗透 为什么 因为建国党这些主要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师自辈的 就是医师 工程师 律师 会计师 法师 这个水准都很高 那民进党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 比较多 所以民进党会担心 他可能会被取代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奥波 他用人头党员 和一千个人头党员去加入建国党 然后要求重新选举干部 结果把建国党一些创党的元老 一直排出到核心外 整个建国党就被民进党掌控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民进党他有私心 他为了他党的利益 没有把台湾的前途摆在第一位 他就是要把这么好的一个党 把它消灭掉 所以非常可惜 民进党实心自用 所以 当初如果有一个 如果说在黄信界的手下来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黄信界一定会 遵这些建国党的人员 他们都是老师 都是高知识分子 他们很会写论述 他就专门来 写台湾前途的论述 那民进党就去走街头运动 来配合 一个文一个舞 那不是很好 可是民进党没有那个 那个党主席 当时的党主席没有那个 白党 没有那个开阔的胸襟 所以造成 后来的民进党 现在 为什么没有人才 因为那些 党主席都是 不想用比他厉害 比他有才能的人 所以民进党现在 好像没有什么人才 没有论述的能力 没有论述的能力 我很多问题 在民进党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 后来在2006年 我碰到秘书长 哇 很多答案座在那边找到了 我来讲 就是2006年 我每天从高雄去 屏東我上班的地方 每天都要开 经过一个中正地下道 结果一日那时候 2006年的时候 高雄 那时候高雄在做捷印 就是在那个地下道下面在挖 更低的 更深的地方 结果摊坊 所以那个地下道封闭 所以我们就要开外面 那我就看到这个旗子 第一次看到这个旗子 就在五路跟中正路的路口 五路一段一号 我第一次看 他十几只都这种很大的旗子 就是那么大的旗子 我说 哦 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 来台湾开夫人公司 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结果我这样开开 有一天我看报纸 诶 怎么有这个小国旗 在报纸上看 有电台的频道 那有说 这个礼拜六 晚上七点半要在 五庙那个黄昏市场 那个广场要演讲 那我就开收音机听 诶 都是在讲台湾地位 台湾的前途了 听起来 那个跟我的心很合 听起来蛮顺的 我说好 礼拜六一定要去参加 那次就是我们秘书长 林秘书长在高雄选 从第五届的那个高雄市长选举 那我去听 那时候一进场都发 每个人发一个这种小棋子 那秘书长一上来演讲 我那个气势 就像2000年 陈水扁在选 中华民国流亡总统的时候 那个气势 还有那个演讲的那个流畅度 而且都很精简 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让你头脑好像醒过来 我说这个人实在厉害 所以我从那一天听他演讲以后 我那个气势 喔 挥舞得很热切 我本来对民进党 对政治都已经练起来 因为我加入建国党以后 没两年又消瘋了 我有份没带 我没有地方可以依附 没有一个政治团体 可以让我去依附 所以我流浪了快十年 碰到秘书长 本来我心都冷掉了 从那天整个又热起来 所以那天从那天发烧 烧39度到现在还没退休 还在继续发烧中 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 还是在这里的原因 我们来看台湾主权地位现况 做个复习 我们是1945年9月2号 麦克阿斯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盟军 来台湾接受日军投降 来占领台湾 我请问一下 没有上过初级班 就来上高级班的棘手一下 喔 还蛮多的 好 OK 那这边我可能会讲精简一点 因为初级班 已经有讲过了 好 但是在1949年年底 大概12月份 中华民国国共内战 他战败大撤退 那是进来 这次来台湾的这些 蒋介石的人员是合法的 但是这一批撤退来的是武装难民 他是非法入侵台湾跟澎湖 这不合乎国际法 你注意一般难民 到边界就都被缴械了 不可以带武器进到别人的国家 你要要求人家的国家 去给你政治庇护 当然不可以带武器 可是这些人 没有经过我们台湾人同意 他就直接进来 那时候我们武器已经都 之前就被没收了 日军 我们日本黄军的在投降以后 武器都被缴械了 我们台湾人没有武器 所以1947年的二八事件 我们台湾人没有武器 当然打不过 那这一次 然后这些武装难民 从中国车队来台湾 从中国车队来台湾 不是轻装武器 也不是带手枪 或者是卡冰枪而已 一些清兵器 不是 一般塔网都排 轻便的武器而已 但是他们不是 战车 船舰 这些武器都排不来的 那武器没怎么排的 都 都 都 送去来台湾就对了 这些先进的重武器 我们台湾人要怎么反抗 只好严重镇看他这样 武装难民进来 这是非法的 在国际战争法 这是非法的 没有经过 合法的命令或合法的条约 就 你要到人家国家 一定要签证嘛 这个都没有经过合法程序 就直接 武器 就弄进来 好 那我们来看 一般的难民 这是去年8月16号 叙利亚的难民在伊拉克 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难民 这个UN 这是联合国 HCR就是救难总署 这是联合国救难总署 所盖的帐篷的难民 他们应该要来台湾 照讲他们是难民 他们要住这里 住这种帐篷 可是他来台湾 不是耶 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 在北高粱市 来我们看 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这以前 他们住在大安森林公园 是违建 有没有 以前很多矮矮的 尖村的黑瓦的 那个叫做眷村 所谓的眷村就是难民 还有所谓的什么什么新村 海光新村 你听到新村那个都是难民营 只是他们难民营是 不是用帐篷 这已经是第二代 把以前的黑瓦 那个矮房子打掉 现在盖大楼给他们住 这个是建国南北路的高架桥 右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好 那高雄市你看 这边是果茂 这是等于说第二代的 果茂之前以前也是矮房子 但是果茂盖大房子 这是也可以说是第二点五代 旁边那个眷村后来又打掉 你看这盖什么 有万瓶的草坪 那我们回想我们本土台湾人 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房子 都是自己盖的 那他们都说他们是冗民 他防卫台湾 所以这些老兵 中华民国要照顾他们 可是中华民国是说 我们台湾人的税金 花钱去盖给他们住 他说他们有功劳 他防卫台湾 可是我们的父母 父子辈他们没有功劳吗 因为你整个国家 如果说同样一个国家的话 每一个人民都是 练习一个螺丝 都是一部机器的螺丝 那都是一个零件 那我爸爸妈妈辛苦去种田 长出来的稻米 送去给那些部队的阿兵哥吃 这也是 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一部分 为什么他们 中国的这些老兵 他可以政府 用政府用我们缴的税金 盖两次房子给他住 我们的爸爸都没有 我们的房子都要自己 赚钱去盖 这就是我们被 没有看成是同一个国的国民 我们是被殖民 所以后来在2006年 我们民事长去控美 美国华武联邦法院判定 这五项 台湾没有国籍 本土台湾人 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还生活在政治练义当中 台湾仍然在美国军事占领中 美国的行政大陆应该主动协助原告 现在就是美国军政府 我们是在美国军政府下面的台湾民政府 美国下指导局 叫我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 要训练4000个人 来准备结长政权 这个初级班都会讲过 这是我今天复习一下 OK 好 那么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 未接我们来做个比较 中国国民党最喜欢用 台湾是根据开楼宣言 而回归祖国的怀抱 我们以前读书都是读到这一段 可是开楼宣言是1943年 12月底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庄民雄 那个讲师也有讲 1943年 可是1949年 我们那时候1943年这样讲 然后1945年 8月15号日本天王投降以后 刚刚9月2号迈克阿瑟命令蒋介石派他的部队来接管台湾 我们从那一天被接管 就是明天10月25号他们所谓的光复节 这个光复节是骗我们的 台湾根本没有被中华民国光复 因为我们日本母国右手跟中华民国打仗 左手跟美国打仗 我们右手这边是打赢的 我们的日本黄金把中华民国蒋介石 整个沿海省份通通占领 把蒋介石部队赶到 蒋介石去躲到那个 四川重庆的雾都 有没有 整个大阪江山被我们黄军占领 这样谁赢 我们日本黄军赢嘛 可是左手跟美国 美国实在是太强大了 后来我们是被美国丢两个原子弹 我们日本天王才宣布投降 所以蒋介石的部队从来没有一兵一卒 打到台湾 从来没有一颗子弹打到台湾 从四川重庆怎么打飞弹 那时候也没有飞弹 不可能打到台湾 所以中国的国军 中华民国国军 我们称他叫做 打败仗的战胜国 有没有 打败仗的战胜国 他因为打败仗 可是因为他的盟军美国 把日本打败了 他也变成战胜国 是这样子 这很讽刺 所以 1945年的10月25号 在台北的工会堂 以前日本人叫工会堂 蒋介石他们来以后把它改成中山堂 在那边办了一个所谓的台湾光复典礼 其实那天只是在军事占领法里面叫做 军事占领开始 他正式来宣布 我从今天开始占领台湾 不是所谓光复典礼 那天也没有办交割 没有办移转 台湾的主权没有移转 没有过户 到现在 中华民国拿不出一个文件 说台湾澎湖已经 经过合法条约后的程序 勾给中华民国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日本天王的属地 所以1945年的10月25号 他们所谓的我们台湾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是刚刚讲到那些难民 那些难民 这些武装难民 1945年换这些难民 跑到我们台湾人的怀抱 我们从那天开始 他怀怀到现在 有没有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蒋介石在1949年年底 从中国引进 快200万的猪到台湾 我常常讲 在台湾养租7个月200天 就可以杀来吃 或者拿去卖换钱 那些 我们养69年不能杀 对不对 在滴北台湾 我们还继续缴税禁在养他们 好 那我们来比较这些条约 第一个 19 1895年4月17号下关条约 好 再来是1952年的4月28日的旧金山和民条约 这两个条约都是国家跟国家签的 一个是大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签的国际条约 那么旧金山和民条约是有51个国家出席 然后有48个国家签署经过他们的国有通过 这个又更高阶 国家更多 好 第三个是台北合约 台北合约它是一旧金山和民条约做它的母约 为什么 就金山和民条约在1952年4月28日这天生效以后 在美国强力主导之下 要求日本要跟中华民国在台北签议一个台北合约 好 可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 这个台北合约就是日华台北合约 在1972年9月29号 因日华断交而失效 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 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共建交 所以台北合约失效 而且台北合约里面也没有说半句说 台湾跟澎湖已经移转或者割让 或者出售给中华民国都没有 好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到现在等于说 本来 我们 是大日本国的国籍 后来因为被占领 暂时 暂时因台北合约第十条 我们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连这个 都没有了 我们本来是日本国国民 后来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可是日华合约失效以后 我们也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刚刚的美国 联邦法院会判台湾没有国籍 也是因为台北合约失效 好 再来 1979年1月1日 美国台湾关系法 这是1979年1月1号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断交以后 刚刚讲的麦克阿斯明年等是断了 所以美国要赶快定一个台湾关系法 继续来管辖治理台湾 好 再来 就是1943年的11月25日的开罗会议的新闻公报 它只是新闻公报不是先年 好 那从这几个看下来 最高阶的是这两个国际条例 然后这个要讲也是国际条例 可是已经失效 断交而失效 再来就台湾关系法 对 忘记句言 mistakes 嗯 好 我 的 你说 涂 那么从这上面来讲 位阶从上面这个最高的一直往下摆 开楼宣言是在最低的位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用开楼宣言要骗我们 真正的国际地位是要看这两个 到现在这两个条约都没有被废除掉 那么所谓的开楼宣言或者宣言公报有效吗 当时的楼师傅总统 是准备要实施当时开楼宣言里面 对蒋介石中华民国蒋介石的承诺 因为欧美人士他们比较讲究诚信 这个手机可能要换掉了 都关不掉 好 从这样来讲 他原来是有效 可是为什么后来失效 就是1950年6月25号发生南北韩战争 南北韩战争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在隔两天以后 1965年的5 195年的6月27号 那时候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海峡中立 台湾地位未定 而且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 有两个目的 就是不让 就是不让 中华民国反攻大陆 也不要让 台湾海峡 台湾帮我把他关机一下 谢谢 另外一个方 那个方面 就是不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协取台湾 来占领台湾 这是美国当时候的设定 OK 所以 原来 整个当时候 楼思乎总统的设定 当时他可能 楼思乎总统 不了解国际战争法 不了解台湾澎湖 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才会用了一个 开楼宣言 要把 台湾回 将来战后要回归中华民国 但是另外一套说法就是说 其实 楼思乎总统 当时是会 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开楼去开会 什么原因 就是他 楼思乎当时 有派很多情报人员在中国战区 他有发现 蒋介石有派秘史 去跟 我们日本的皇军 的指挥官在谈判 就说 我沿海这些省份被你占领了 那就算了 我们停战 不要再打了 占领了就让你占领了 剩下的就归我管 归我蒋介石管 诶 那楼思乎得到这个情报 他就说我要设计一套战略 来让中华民国 蒋介石继续来抗日 然后他就设计这个开楼 他说 来来你 我把你也升为世界五大强国 有没有 中美英法书 以前没有中嘛 只有英法书 还有美国 那中国人爱面子嘛 哇 我是四大五大强国 你是四 你是 蒋介石是首领 是五大强国的首领 那你可以来开楼跟我们一起开会 那时候史达林 就不高兴 就不高兴 好 那不是史达林 应该叫做 我一下子讲不起来 所以用这个计谋 说你来 我把你的地位提高 五大世界五大领袖之一 而且我提供你军事物资 粮食都给你 也给你钱 中人都最爱钱的 有钱还有战略物资 有武器 有粮食 都美国要提供 我蒋介石就答应了 而且又说 你继续抗日 我这些资源给你 而且将来打圣战以后 把台湾跟澎湖又还给你 是这样子 所以本来是有效 后来因为韩战变成无效 所以后来的整个航道就变成 开始 美国开始利用围堵政策 把南韩 日本 琉球 台湾菲律宾 到澳洲 这一条变成美国的第一岛链 所以我们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美国觉悟 就是 不让台湾 跟澎湖回归中国 OK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台湾主权 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之规定 而丧失国家交战权 这个和平宪法是麦克拉是 到去占领日本以后 设立的 把他日本的明治宪法 帝国宪法把它改 改成和平宪法 而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 就是 因为没有交战权 所以就不得主动来旅行防卫台湾 不得主动 那意思是可以被动 美国如果需要日本参加 防卫台湾的作战 日本可以被动来参与 好 OK 美日安保条 是日本在美国同意下 得以被动履行其国防方面 之主权义务 来作为防卫台湾 澎湖的法源预计 OK 这样了解 好 第三个 美日安保条 政治日本对台湾上保有主权义务 具体证据 美日安保体系的周边有事 这个周边 就是包括台湾 或者韩国 或者菲律宾 这些周边国家有事 如果会影响日本的经济命脉 或者安全 日本美日安保体系可以启动 来防卫 如果 这个周边有事 就包括台湾有事 那么如果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日本有事 就是美国有事 美日安保条 他们绑在一起 好 OK 我们再做一个小结论 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就是 日本天皇所属 简称日暑 美国军事占领 简称美战 当然现在是 以前的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继续在代理 OK 但是现在不能讲中华民国 只能讲 台湾治理当局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用词是 Taiwan Authority 好 我们来看 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有哪些法理 余计迹象 这初期班我也讲一部分 这里 我们还有一些 好 AIT内湖新馆 代表什么意义 AIT 在内湖的新馆 金湖路100号 占地2万坪 花费新台币大概60而已 这是全球最贵 虽然不是全球最大 可是是全球最贵 最大的是在伊拉克 伊拉克因为 因为他们 这些伊斯兰教基金派 都会用 汽车炸弹 来攻击 所以美国的那个临时大使馆 腹地很大 有外围区 有中围区 有内围区 重要的建筑在最中间 那你要进入 它那个道路都特别设计 彎来彎去 我有很多那个 叫做 会自动升起的那个 刺刺的 你如果冲的话 轮胎就刺破 好 那 内部的建材 全部由美国进口 包括内部的这些装修 安装 都是从美国 美国的工程师工人 来这边安装 台湾的工人 就只有做外部的围墙 这是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你看 他施工的时候都有 做伪装 用防布盖起来 不让你看到他在 里面在做什么 这个你们如果要这些资料 可以跟电脑组 你拿随身碟去 请他copy 就可以 好 这是他的模型土 完工后的模型土 这个占地2万坪大概 切到多少 好 那么他的租期是99年加99年 而且 差不多快200年了 那到期还可以继续续租 这块地等于是他们的 好 而且当时是跟陈水扁 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租了 好 将来完工 会进驻800名陆战队队员 那因为 他本来本来是 今年要完工 后来可能又要增加一些金设施 先来延到明年才会完工 好 你们如果有路过 内湖的金湖路100号 可以去看 这个根本就是新的总督府的架势 对吧 以前日本人来台湾管台湾 就盖了现在这个总督府 总总府 那这个根本就是新的总督府的架势 好 其实它是东亚防卫的通信 电站指挥中心 好 再来我们来看 防御性公投 阿扁在2004年1月16号 宣布要举行防御性公投 公投的内容 为什么事件要经过美方看过 为什么都不用给英国法国其他国家看 一定就要先给美国过目看过 那时候 美国都反对台湾 举行各式各样的公投 可是这个防卫性公投 可是这个防卫性公投 陈最扁他是 三法律旁 因为这个题目 正当性太好了 美国实在是没有 讲不出理由说 反对台湾人来做防御性的公投 说我要编一些预算 来发明一些 反飞弹的系统什么的 或者做一些反制的中长程的飞弹 所以 内容要先让美国看过 美国看看也找不出什么理由 给他反对 所以那一次有公投绑大选 有没有 大家还记得 可是蓝银的 包括他们那些 选舰人员 都是在运作 尽量说 不用那些公投票 那些好专人票就好了 所以那次公投就没有通过 好 好 再来 为什么台湾有难 美军要来救援 我们来看 2009年8月8号 莫拉克风灾 在高平地区下大雨 那时候灾情非常严重 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 不接受外国救援 说钱来人不用来 你看这个人不爱钱 他把顶心拿10页 都不敢去他说 所以为什么顶心坏事做绝 可是 藏进马英九给他的好处 那时候马英九有意让中国解放军 借那个机会进来台湾救灾 那被他进来 要赶他出去就很难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所以 美国在台湾 也有很多情报机构的人员 他得到这个消息 美国马上他的国王部 发布 跟中华民国救援大会发布 我美军要到中华民国 到台湾来救灾 你中华民国 美国 台湾治理当局 你们的救难单位 跟我的对口单位是我美国国王部 奇怪 美国在对外救灾 他们美国有一个叫做救难总署 那救难总署是民间单位 那为什么这次 美国一来救灾是美国的国王部在主导 而且要求中华民国 的救难单位要跟美国国王部 军方单位来配合 国王部派军机军舰 运送救难物资来台湾救灾 这是西腰栽动 大力士型 的运输机 这是从美国的 在日本的琉球美国空军基地 从那边运送一些防水的胶部 一些因为很多地方受灾难 你一定要搭临时的帐篷 要可以防风防雨 他送了一些防水的胶部来 还有两栖登陆舰上面的直升机 超级总马 这种大型直升机可以钓挂 怪手三猫 来台湾 小林村那些那马下那边去救灾 这都是军机 军舰 军机可以随便进入人家的领海领空吗 不可以啊 会被飞弹打下来 大概一年多前 那个土耳其 有一个战斗机 疑似 只是说疑似 飞入叙利亚的领空 就被叙利亚的防空飞弹就打下来 何况这么明确进入领空 马英九不敢作声 平手摸下去 帮几十一句 这等于是美国军事政府宣誓 台湾能来在我掌控之中 美国军事占领中 那台湾的国防 台湾的安全 都是要美军来保护 这个可以印证美国仍然是旧金章和平条约 第二次摊条A 台湾之主要军事占领全国 那中华民国只是次要的占领全国 什么都要听主要的美国 什么都是他说了才算 好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 2012年 5月20号下午 美国军机再次降落台湾 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战斗机 它是美国的空军 C40行政专机 这里面在了哪些人 就是在了美国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斯雷霆 共和党籍 率领国会议员到台湾祝贺马英九 连任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登记典礼 在美国人来看 你只是我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而已 所以你会看说 诶 这个局长登记典礼是早上10点 为什么他们下午才来 你若搬到家族子 带媳妇 请客客 你搬中途的 客客会不会来 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没有把你这个局长看在我们来 好 美国在311 日本核灾 他在3月18号撤侨来台湾 之前最早的是中国 中国人最怕死 中国人先撤侨 法国撤侨回欧洲 他们领土有一部分是到韩国去 那为什么美国撤侨 他不撤去他的 官岛那个属地 或者他的第50州 夏威夷州 怎么跑到台湾来 你看 而且他们AIT 在前一天就 发布 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 AIT的这些人员通通跑到 桃园国际机场 来办理 他们的国民 要进入台湾的这些 验证 你要出示你的证件 都是他们自己在验证 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有权利自己设海关 海关是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 如果我们今天要去 其他国家 好比说要去法国 你是不是要先在台湾的 法国的代表处 去申请法签 法国签证 那这个签证 包括你的护照 到法国 好比说巴黎机场 在那边宴观他会看 你有沒有签证 有 你的证件合不合法 如果合好 OK 你就可以进 你要事先申请 那为什么这些人 刚刚那个海关就是一个 主权的象征 那个电风扇可以打开 那边有开关 把电风扇可以打开 OK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开小一点 反方向 好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美国真的是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军事占领全国 所以他很多动作 不用经过他的属下 中华民国 台湾治理当局 他就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做什么事情 该做什么事情 海关就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 流亡政府的海关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海关 亦握有 注意喔 握有是非拥有台湾主权的美国 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 这里的握有就是 美国 他是握有 但是握有台湾的 主权 权力 就是管辖权的意思 但是他没有拥有台湾澎湖的所有权 等于说 因为日本天王 还没有跟 没有依照琉球模式 把台湾澎湖的战争在 因为当时我们从 台湾的南部机场 高雄屏東那边的机场 钢山那边 林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 那时候麦克阿瑟在那边当总司令 把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机 通通炸坏掉 取得制空权 所以我们那些 我们对美国发动的战争 这些美国的损失 我们要赔 那日本战后没有现金赔 所以把台湾澎湖战成 暂时 放弃管辖权 被美国握有台湾的管辖权 但是不拥有台湾的主权 所以我写握有非拥有 这好比说 我们去超商买东西 当我们从货架上 从货架上拿 好比说一瓶矿泉水 我们是握有 但是我们还没有拥有对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去付钱 你只是握有而已 还没有拥有 你要等你到柜台付完钱 你才可以打开来喝 这个头脑 这个逻辑要分清楚 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回来 看门口 中华民国 无权审查主人 对不对 我们如果回到我们家 到门口 我们是不是钥匙拿来 门就打开就进去 我们不用问旁边那只狗狗 狗狗我可不可以进去 比例 不用问嘛 这样就比例就很清楚 好 2011年10月29日 美国有一架空中加油机 KCE35 降落在台北的松山空军机场 那很奇怪喔 这只胖嘟嘟 为什么 记者去问 美国在台协会说 没有啦 我们美国在台协会AIT 有一个官员的小孩子 婴儿 生病 我们要用军机给他载到日本去医治 但是 你敢要听他 你敢要相信 为了一个婴儿 开这只这么大只的逢人机来 怕死人 喔 那个婴儿可能像鱼鱼这么大声 这个有内幕 那台湾的医术 我们修日本当时 日本刚才 也尽量不让我们认识 一些政治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都去做医生 包括 今次就来后 也不让我们台湾人聚在 所以台湾人医疗的人都去做医生 所以我们医疗技术 全世界我们白头青的 我们没有知道他一个小孩嘛 就一定要送去日本 其实这个念目就是说 美国故意派一架 重量级的飞机 这 如果跌到顶顶顶多重呢 就是要测试 松山机场的跑道 万一如果要跟 中国打仗的时候 这个机场能不能用 我如果有一些重装备 像刚刚那个力士型的那个大飞机 那里面可以装战车 那些重装备 要来运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机场的跑道 会耗到的 而且这机跑的跑道 一般我们的飞机要降落 是要逆 逆风降落 这样才可以慢慢下来 你如果顺风降落 有时候会被压下来 会重落地 有时候飞机会失事 可是他都是故意 降落的时候是顺风降落 顺风降落 跑道要拉得比较远 你如果逆风有阻力嘛 跑道要短 我们松山机场 这个是难度很高的一个机场 因为你如果降落不成 拉起来要重飞 会撞山 你如果来不及拉就撞山 所以他在测试这个数据 我在顺风的状态下 最短多少距离可以停住 不会去撞到围墙 好 然后他要飞走的时候 他也是顺风 因为逆风 你可以比较短的跑道 就起飞了 你顺风 要拉远远才会上 才飞得上去 他也故意顺风起飞 都是在找最危险的数据 这是他 会飞这架飞机来台湾 宋湛机场的原因 好 不是说要 等那个老公子去日本 好 我们再来看 台湾关机法第二条 B之六 及C 它规定说 维持美国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 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 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这是这条 就是美军保护台湾的法律预计 你注意看 维持美国的能力 原文它就是power power就是军力 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 阿公如果要去兵要打台湾 他就会这样 或者用其他高压方式手段 而危及台湾人民社会 及 经济制度的 稳定 而做的行动 你看 1996年的飞碳危机 这就是影响到台湾的 人民的安全 社会经济制度的稳定 当时美国派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 不用经过台湾人要求 他主动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 这要花很多钱 为什么美国要主动 因为台湾是被他军事占领的地方 台湾的国防安全 是美国要负责 所以不用我们台湾人跟他要求 他就主动会派部队来台湾 那时候两艘航空母舰 一艘叫独立号 一艘叫尼米兹号 这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 他有这个权利 也有这个义务要做这些事 所以美国 那时候柯林顿总统要依 依法 依这个法律 他如果不依法 反而是美国总统堵职 可能会被施瓦彦提起诉讼 提告 OK 好 这个96年台海危机 美国派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介乎台湾 这是柯林顿总统 依照台湾关系网有权派兵 这是台海危机的时候 有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他们通过台湾海峡 这个 这个不是只有一艘航空母舰 它下面还有潜水艇 旁边还有很多护卫舰 空中还有预警机 还有战斗机在外围保护 这都要花钱的 好 美国他是常进人 台湾治理当局的总统 不论是梁蒋 或者李登辉 陈瑞北马一九 都要看美国的脸色 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 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 我们来看2000年阿扁第一次当总统 他的演讲 就职演说 事不亦没有 他是受到美国的操控跟指导 阿扁当选的时候 我们这些胜利的 独派的 非常高兴 哇 台湾人出头天了 整个心情都放上去 就在等五个月 看阿扁 演讲要说什么 结果他说这个 事不亦没有 我们这些独派都倒上去 都四个聚天 有很希望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 总统起来说 我没要做这个 没要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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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 我起来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让人民大家 生我父母 幸福快乐 刚才只有这个 我有够希望的 我们来看他 到底事不亦没有 一起工作 这如果没有 美国操控指导 我不相信 因为他们 不论以前那些总统 如果元旦文告 还是国庆文告 好不好 他们这些文告 都要送去给美国看 美国看过来 没有什么问题 OK 就给你说 这就是送给美国看 看了 美国够一直够 够他 够他要说是不亦没有 好 来 我们看 第一 不要宣布台湾独立 第二 两国论不要入憲法 第三 不举行统独公投 第四 不变更国号 你看看 还有一个 一没有 没有 没有 废除统一纲领后 国统会的问题 对吧 对吧 所以说是不亦没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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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选一个帮批总统 对吧 所以 让我们台湾人有够失望 所以 台湾的总统 不是台湾人 要说台湾在你当局的总统 你如果说台湾总统 又不对了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没有总统 是台湾在你当局的总统 都要看美国的目色 好 再来 委任占领的授权书 在一九七九年 还没绑中文明国断交 美国要生年流氓中文明国 但是一九七九年 他过去绑中文明国断交 后 定义 刚才说的 9月2号麦克阿瑟 1号命令 当局 所以美国国会要跟他们制定 台湾关系法 来代替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1号 它的本质就是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 占领授权书 这就是 美国 如果看你们台湾人 你们在中文明国的下方 在选立方总统 如果选到 都要等 我们美国白公的好店的原因 就定义说 一个 速食店 那个 总统公司 在美国 以前派 总经理来台湾 这间分公司 关台湾 以前用派 叫做中街酒 或是江青果 然后让你们 去认为 你自己 在台湾 例如 你去认为 自己教他 新的总经理 算到 美国总公司的 董事会 同意批准 发一个文 来 聘任 也確認說你會做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 這是這個意思 但是要改稱台灣治理當時斷交之後 不能夠夠中華民國 不再稱為中華民國 但是流氓的流氓美國政府 繼續在統治台灣 不要搞不清楚說 李天輝和丹水平是 中華美國流氓政府的總統 不是我們台灣的總統 這個邏輯要發分清楚 2008年 年輕 那時候阿扁 那時候馬英雄就算到了 玉山4號政經兵推 阿扁謙請馬英雄參加 馬英雄拒絕 但是AIT的促進那時候 這個王書立 跟美軍官員 卻以做雲豹甲車進入恒山指揮所 是美軍官員 這是美軍官員 這恒山指揮所是甚麼地方 那是中華美國軍事系統最高的指揮中心 這個指揮中心可以讓外國的軍方官員進入 所以後面 所以後面 社會議員說要做觀察 應該要改做視察 不是觀察而已 視察 他來看美軍的上級指導單位 來視察你演訓 你兵推 推得好不好 他來視察來驗收就對了 我們知道嗎 哪有沒有其他的國家 法國還是英國 他們的軍事人員的關聯來 沒有 就獨獨只有美國的軍事人員可以進入 好 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你看見這裡 本來這裡都有那個打鼓勵 強烈牌的鼓勵都打在這裡 都要扶掉 這依稀可見 如果有扶就要有痕跡 這也一樣 這裡還有一個痕跡 都要扶掉 這是甚麼原因 因為美國他的國務員自己有說 恐怖組織三藥劍 第三個就是第一 不是國家 第二 有武器 第三 在當地政兵 你看 賓拉登不是國家 賓拉登擁有武器 賓拉登用他的伊斯蘭回教的教育 去保護他們的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 聖戰士 來蓋他們做兵 來修建 所以賓拉登就是恐怖組織 好 你把中華民國打起來 中華民國不是復家 中華民國有武器 還在美國賣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偏 還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恐怖組織沒有錯 所以我們秘書長把美國抗議 美國官員叫中華民國那些 馬國都要扶掉 他們的國會都扶掉 就是這個觀念 他說沒有 秘書長要再加了 要加了 這是人權醜聞嘛 你待會被佔領的地區的人民 不可以當兵 美國去2,3年去趴伊拉克 把伊拉克占而已 我叫伊拉克人民來做美軍 沒有 這對立的啊 效忠問題嘛 伊拉克人民效忠他們的海山 你叫來做美軍 你發武器給他拿你的美式裝備 打在美國 這邏輯不通 包括 EQ15年四月前 美國 二戰 麥克拉斯用跳島戰術 跳過台灣 直接打 比較小顆的那個流球 EQ15年四月前打 差不多過多月 把流球整個尖而已 等一下 接著 他有叫 日本人 流球人去做美国兵 做美軍 沒有啊 因為他們是對立的 河山駕駛在修台 你可能叫來做美軍 發武器給他 他剛才利用機會拿美式裝備給你打 所以不可能 好 美國 對我們的阿扁 七小飛爛 也把我們關切 這個2001年 國王新聞週刊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一兩個月 曾下令設設一枚中程飛彈 馬上引起美國關切 一名國務院的官員 特別赴台灣國王部查證 阿扁在做總統 國王部長是那個 蔡明憲 他說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切 美國的國務院自身官員到他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蔡子回答說 試射而已還沒有正式生產 他同時保證台灣的飛彈只是用來防衛 而不是攻擊 這也很奇怪 你 一個那個 譬如說 桌子 沒到來來 不然我 這支菜圖不是要切菜的 你飛彈 做到這麼好可以射那些 說沒有啦 我們這個防衛而已 我們沒有要射 這就矛盾了 你做飛彈這都很貴的 研發都很貴的 好 你就要跟保證 還要保證 只是用來防衛 而不是攻擊 最佳的防衛就是攻擊 對不對 有人說做做的 自我設限說 我們本來 沒有一個桌子很長的 說沒有 這桌子我只背出來三分之一而已 我 防衛 好 好 受美國管制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有 韓國 日本台灣 你注意到看 這三個你加這個就是大日本帝國 了解嗎 韓國當時也是被日本管轄 那麼管制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來看 飛彈設整 剛才說的 好 那麼飛彈設整 如果是韓國 日本韓國 以前美國 只能准許它可以發展射程 大概300公里的飛彈 跟古年開放 可以做 發射800公里 但是它的彈頭 只能500公斤 300公斤 你如果發射 那個500公里的 你彈頭可以做到500公斤 這樣 就是彈頭 你如果做越方向的 彈頭要越少 結果是這樣整個 我們台灣剛才說的 我們就去 我們要試駕中程飛彈的人 來關切 第二個 核子武器研發 你注意看 這三個都有 這個核子武器 原子彈 1986年 那時候 中科院發生 這個 張毅縣叛導事件 那時候就已經 我們差不多 我們在電腦模擬都成功了 那個在蔣經國 蔣經國 對國外媒體都宣布 台灣不會製造 中華民國不會製造 核子彈 我們就輸了 在清華大學 對核原所 還是中科院 核原所 都在秘密發展核武器 甚至 已經有做 一顆 要試駕的 用華航的專機 飛機 要飛去南非 我們那時候 跟南非有邦交 而且南非那邊有場地 可以釋報 真的要去駕 但是那一架飛機 就是在 那個大西洋那裡 就 爆炸就 毀掉了 再來 張一縣叛逃 把一些被美國CIA吸收的 那個情報人員 做到核原所的 副縮定 所以他可以蒐集很多 確切的證據 交給美國 美國就把他保護起來 然後不到一個禮拜 美國就派 跟聯合國的一些 那個 那個 核安檢查人員到台灣 來把 中科院的 和清華大學的 他們那裡 研究核武器的 這些儀器設備 和反應爐 儀器設備 把他拿出來 反應爐把你 封起來 用暗門杜給你 封起來 他怎麼會這樣管理 他怎麼不去 現在白安 駕駛起來了 也在做核子彈 美國他怎麼不去 只有聯合國的 核武的安全人員 安全人員 去把他 抓儀器 鋪起來 還是伊朗 美國他不敢去 鋪起來 去把他抓 怎麼會獨特 中華美國他敢來台灣抓 來中華美國台灣這裡抓 就是說 美國還是 軍事佔領台灣 他在灌 第三 暫時軍事指揮權 建政的時候 承平時期 指揮權在韓國 不一樣喔 變成是 美韓聯軍 是韓國在支援這些部隊 但是如果建政的時候 美軍的支援官起來 現在指揮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美軍 會支援官 他在指揮 那麼本來 美日韓 美韓聯軍 英國協定 2013年 好像四月份 美國要把 暫時的指揮權 建政的時候 把這個指揮權 買 向韓國 結果沒想到 我們發生一個天安劍 有沒有 直接指援 韓國 南韓的指援 莫名其妙 不然那個什麼 對一個國家的水 大點 所以 他們 還要求韓國 軍人要求說 暫時你不要把戰爭指揮權 顯示給我 延到 今年 結果 今天來報紙 你 聯合新聞報 你看 那個 阿K 你可不可以找那個 好像聯合新聞網 有 韓國 延緩 暫時指揮權 今天看出來 實際 莫名其妙 本來要再告 本來是公才會美妮 要再告韓國軍 現在他們今天 全人就開車 又開車 無限期延期 不說日期 不說當時要告 壁就無限期延期 等一下 去找得比較短 從這裡看 這三個地區 剛才就是大日本帝國被拆散了 這是美國的戰略 美國不想台灣和日本合作會 台灣是物產豐富的地方 是一個糧倉 如果要戰爭三軍未動 糧草先行 所以日本當時要發動南派太平洋戰爭 就是因為他就拿到台灣 而且把台灣嘉南地區 蓋那個烏山頭水庫 這是嘉南大駿 把本來那裡沒辦法生產稻米 變成會生產三次 兩次稻米一次雜糧 雜糧就是地瓜 玉米 大豆 這方面 這樣之後 有這個糧倉 不可以這樣燉很多牛草 來發動南太平洋戰爭 所以這 到現在日本 美國一直不必 要讓我們台灣像流船這樣 返環回歸日本 就是美國 才會怕 日本又 跟台灣加起來 又很強 很快 短時間就會強盛起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 搞得很好 在美 在這個 日本的教育體 台灣人 輕盛 有日本情人 日本人 日本人 跟我們關這50年 我們的日本情人比 日本本土的更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 很多優秀 很可惜 去到日治百姓 台條 所以 你想想 諾貝爾 這些獎項 阿秋地区 在日本 拿16地 中國拿幾地 他都拿了文學獎 拿到三地 你如果要把洋政黨 李鎮營加到五地 他們人口那麼多人 十幾億 日本差不多兩億 你看 人日本有得拿16地 而且大部分是 物理、化學、醫學 這方面 都科技的 所以 中國人 老實說 對我們這個地球 這個社會 沒有什麼貢献 他們沒有發明什麼東西 手機也就是 美國人發明的 你說這裡所有的 很多科技的東西 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 你可以說對一個人 說中國發明的 最多都健康的 發明火藥 放鞭炮用 好不好 他有說來做火箭來 探月球 探火星 有這種 沒有耶 他都只做沖電炮 放煙火 他說 他們 發明造子室 或是 什麼 發明印刷室 那都幾百年前 我們 最近幾五百年 他有發明什麼東西出來 讓我們來營 有發明空名車嗎 也不是空名車 不要耶 不要耶 要面子 都仿造 你看現在 手機也跟仿造 好不好 都是山寨機 在中國什麼都是山寨 我 我 一九九一年去 中國 我發現他什麼都有耶 什麼都有啊 但是都是出自爛造的 我 我 會記得我這次 我們小孩電腦拍他 我朋友要修理 請他來修理 他說有騙子嗎 有 我去騙子 他咬下去 那個電纜小條 他咬下去 咬下去 他咬下去 我咬下去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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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從來 我那時候五十歲 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在台灣 我怎麼加電纜 騙子重量不上去 剛才那次 那次 咬下去 我們 電腦的電纜 有個人多大條 就不是在加歪那裡做 我自己看 看他們很不去 去 我朋友 他去中國島主 為福州 電費 費錢 要去 那個 咬下去 市政那裡 要發薪水 結果那邊的會計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就卡電話說 錢還不夠 差不多一個月還不夠 全派公司的經歷去查 那時候人家查到 有錢 帶就進來 他說你帶進來 我們來領錢 我們的 村仔小姐要來領錢 怎麼會領不 他說沒有 先借我們提出 你放高利貸 好 有這個事情 你看有夠陷 阿K有沒有找到 對 美國援護 暫時指揮權的移轉 有嗎 美國和南韓官員今天同意 延期 美國防部暫時指揮南韓部隊的 部隊前的移轉 但沒有設定新的移轉日期 以前都會說一個日期 這次等於無限期延期 這是今天 十月二十四 這個日期 10月24號 你可以回去看 那麼我在說這個武器管制 這個方面 這都很早 我就都在說 好 我們再來看 為什麼阿公阿打金門古年頭戰役 會打敗仗 這不好意思 這前幾天剛才用的 會打敗仗 可能睡沒辦法打到尾字 問題出入的你知道嗎 這就是 好 那個郝寶村 他們都說他那時候 多用 剛才多用 有嗎 結果 他們都不敢說真相 這就有一個 日本的軍官 叫做林本元 根本 他現在 因為日本名字 根本博 將軍 他是 那時候 在東北的關東軍 會支援官 那麼 現在就 他到我們來到台灣 他知道 如果要奉祭阿公拿金門媽祖 一定要請 日本的軍官 因為日本軍官 在東北 擁有阿公阿公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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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接觸 接觸 接觸 請根本博 這個將軍 派到他 十幾個 日本的 軍事幕僚 這回 偷渡進來台灣 偷渡進來 進來後 都請中華民國的軍總 做幕僚 重新擬定防衛金門媽祖的 這個 戰略 所以那時候 阿公的那個長勝將軍 好像叫做葉飛 將軍 他想說 他剛開始為什麼 人那麼久沒有去打金門媽祖 他沒有登陸船艦 後來訓練 好了之後 萬船齊發 一隻就要把金門拿去 但是他不知道 他那時候想說 因為國軍共軍 他們以前都做的 黃埔軍校出來 那時候的 蔣介石 他就做黃埔軍校 號定 但是他們的 教務長 祖恩來 所以他們那時候 黃埔軍校是接受 俄羅斯 那個算是蘇聯的 這個 經濟援助 設立這個學校 還提供 那個武器 是 蘇聯提供的 所以 你想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 祖恩來 毛澤東他們的系統 他們很知道 國民黨在做什麼 共產黨也 做情報做 工作 和宣傳站 所以 國共在站 正在 打到這樣 黨都才會 兵拜如山島 跟走來台灣 現在金門媽祖 一兩塊 這麼小塊 每個中國那麼大塊 那就是我 共軍都拿起來 要拿這兩塊 簡單 我們準備好 今天開來 哇 他不知道 志偉說我換人 戰略 他就換他 根本 補將軍 他利用 口袋戰術 先驚訝 海灘跟他爬起來 叫那個部隊 撤隊 打開口袋 口袋戰術 他們那些人都進來 但他們那些 都回到 共軍都起來了 因為 後面那些 那些 快艇 蓋到那些時候 都把 炸盤 把幫忙燒掉 所以那些人 只好一直進來 進來 用口袋戰術 整個都把 差不多剪灰 不然都拿起來 這樣 輸了一個 很累 那時候 浩泊村 在那裡做連長而已 那麼那時候 政經的燒電 都台灣人 怎麼樣 尊利人 在南部這裡 訓練我們台灣 現在跟我們台灣兵 台灣兵 不要打過仗 沒有打過敗仗 我們台灣軍都贏了 所以 那個日本情人 那個氣勢都很憂 所以不怕死 但是 那些中國軍 老的都在後面 都台灣人在查算 通信的線路 如果招牌 都台灣人出的選 共軍來 我們真的 民對民的修正 不是說 中國軍 他們在 中國聽說 共軍買來 他們都選了 16 因為 他們很怕阿公 因為都打敗仗嘛 所以如果聽阿公要拍 我們輸的 走 先走 先贏 先過命 這樣 所以不怕有一句話 我軍轉進神術 一日千里 共軍追館不及 我們跟我們騙 撤退就撤退 打敗仗就打敗仗 撤退 他就跟你說 轉個方向前進 叫做轉進 你要撤退 好 好 那麼為什麼阿公 只能打敗金門媽祖 不覺得打台灣跟朋友 就有玄機 美國跟中華美國 1954年所簽的 美台協防 中美協防條約 有沒有 好像保護 台灣跟朋友 沒有包括金門媽祖 而且 台灣跟澎湖 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暫時被美軍 軍事占領 毛澤東如果來拍 台灣跟朋友 定義 對美日宣戰 感覺 因為他那時候 1950年代 有那個靈力 絕對沒有嘛 所以那時候 毛澤東下令 那時候 那時候 古靈頭戰役 還是百合山炮戰 美國派航艦在補給 還是在護航 那時候沒有 補給都 中華民國海軍自己在補給 美國只是 這補給 海外海 補航 就是要讓阿公 打 這個 運輔的船艦 美國只是 護航 不參戰 他可以提供武器給 中國 美國國軍 但是他不 親自作戰 毛澤東也知道 美國 這麼大隻 抓不去 所以 下令 所有的 阿公的共軍 越來越空 都不能 擋入 美國的軍艦 因為今天打下去 不會受傷 不然如果真的 要學習台灣 要占領台灣 阿公要先把 朋友拿出來 過去的戰役 如果要拿台灣都要先拿朋友 因為 你打台灣朋友 這是一個國際戰爭 你打金融媽祖 這是內戰 知道嗎 金融媽祖 還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會 為合併的領土 還是說 叛離了一個地區 那麼我們被占領區的國防 是由占領軍來負責 所以 台灣跟平衡 是都美國在護 真正保護台灣的 澎湖的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說他們很辛苦 他們都在騙的兵 在護台灣 不見不消 是美國 是美國在負責保護台灣 好 那麼 這時都穿軍裝 在重要的慶典 會議 還是就職都穿軍裝 他自製代理美國軍製政府 占領台灣 你覺得看 中華政府穿世衆 我看中華政府穿世衆 拿手給我看到 沒有 都穿軍服 對 大部分 中華不如他 一般穿長袍馬褲好不好 對 對 好來 我幫你看他請軍裝 跟誰裝 你看 1960年 艾森豪總統訪台 蔣中正到松山機場迎接 請軍裝 艾森豪請誰裝 什麼原因 那老闆要來視察 我說不用軍裝 我是代表美國軍政府來占領台灣 當然要請軍裝出來 不然別人都總統啊 你剛才不穿比較輕鬆的 穿西裝 就還穿出牌子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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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裝 Cord done 來 有請西裝毛毛毛多 有 不是嗎 非常好 如此 沒那麼久 1925年一下過 gratuit 台灣後 侯文 Others 庭塔 碰ろう 合影 掛電区 lại 我raisem 致外 取信 他出去 不是軍事照顧高 不是代表美國軍事鑽在台灣 所以他出離就不是 出離他不敢再請軍中了 好 OK 好 跟我們做個小姐 美國是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總統受國會 美國司法院監督不敢違法 美國如果真的1996年 飛彈危機 他沒有派航空母艦來 美國總統會 定義違法 國際社會都瞭解台灣的真正地位 日暑美戰 就只有我們台灣人搞不清楚 你現在說我們台灣是日本 他有時候 幫你摸頭上去說 你有發生嗎 不然有時候幫你逼這樣 因為他習慣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69年了 這個就是中國民國的 就這樣 就這樣 好像長久就是他的 房子都變他的 我還記得 台灣 這間大樓 是 暫時地在美國手臨 美國派一個所謂 叫做蔣介石在樓下的所謂是在鼓 他說鼓了69年了 這塊變他們了 有這個得力 沒有 以上種種跡象證明 美國一直在管轄 佔領治理台灣 只是透過委託的方式 好 美軍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佔領中 只是 現在美軍不穿制服 都穿便服 在台灣要有兩千幾個 美國的人員 工作人員在台灣 包括很多 重要的雷達站 重要的監聽站 都要有很多請便服的 美軍人員在協助運作 好 我們參考各國自治建國的模式來探討 古巴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 1898年修剪 建勞 印第12月10號簽個 在巴黎簽合約 西班牙放棄古巴 跟台灣很類似 割讓菲律賓、波多里克跟關島 好 那麼美國協制古巴 在1902年的5月20號 獨立建國 好 我們來看 古巴跟台灣 也盡力做個比較 兩個都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到現在地位未定 原因是 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 才可以獨立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1945年4月1號 日本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實施 4月1號 真的說的 4月1號 才是 群獻紀念日 好 那麼明天 10月25號 那一天叫做愚人節 這樣看得對 我們用騙 已經騙了六十九年 說10月25號 光復節 所以明天 你可以 LINE 或者傳給一些 去 跟你的朋友開玩笑 因為明天是愚人節 好 美國跟菲律賓 原來是 宗祖國 菲律賓是美國的屬地 但是 它為什麼可以拿到西班牙 也是因為 美西戰爭巴黎河爺取得菲律賓 受制於非毒反抗軍的遊擊戰 在台灣有台獨分子 菲律賓也有非毒分子 他們也要 菲律賓爭取獨立 所以他們的防抗軍 不只是去騷擾美軍 美軍部隊就是追繳 你知道嗎 菲律賓 四千幾個島 比較大的島 兩千幾個 你來這裡 我走來這裡 小島 你來拍 我聽到小島 我就走那個島 走來走去美國 命軍 就跟他們聽到 所以 在1937年 邀請他們 反抗軍的首領來協商 說 你還給我關十年 十年後 我給你 自治建國 在那中間 1941年 日軍攻陷馬里拉 麥克阿瑟 跟菲律賓的總統 一同撤退去澳洲 那麼 日本投降之後 美國在1947年的7月4號 在美國協助下 菲律賓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 7月4號 美國國慶日 也是7月4號 美國 2010年 帶我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也是在七月四號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華盛頓的使館特區 掛牌運作 我們也七月四號 這個議案很有趣 好 立陶宛建國的模式 立陶宛在 蘇聯的這個 西南方街的所在 就往來在這個 烏克蘭旁 建勞的二次世界大政 建勞屬於蘇聯併吞 他們在1990年3月11號 他們的民間議會 自己宣布獨立 但是那時候國際社會 那大的國家都在觀望 不敢承認 但是立陶宛的人民 抵制蘇聯軍政府 所舉辦的選舉 我的投票率 差不多30% 低50% 所以國際社會 就不承認 蘇聯統治 那個 立陶宛的合法性 所以 在1991年 他們自己辦這個 獨立公投 通過 蘇聯看 大肆與趣 連這個率先承認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立陶宛抵制選舉的意義 來看我們參與 中華民國流行政權選舉 以及投票的後果 好 我們來講 2008年 或是2012年 這個代算 就 自你 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個投票所 打你投票所的那個 領選廟 我們就先輸一半 因為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領選廟 就是你生年你是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是不先輸一半 我們不是中國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國的台灣人 好 你立陶宛抵制選票 在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倒下去 選出來結果 統派的馬英九贏 2008年 馬英九贏 謝長廷200萬票 2002年 通派的馬英九贏 小英 小英 氣勢好到 三隻小豬搶到 大家都也抓得到 去台 去關錢 結果 本來都會贏 結果 輸80萬票 這是國際社會來看說 你們台灣人都 歡迎感恩 要給通派的馬英九 來灌嘛 就是將來要跟阿公合併 去兵來 來檢測台灣 前方 後面的日本人 包括日本人 都要尊重 你們台灣人 民主自由之下的選擇 這樣 我們會被合法被併吞 那時候我們就慘了 所以 不能去選舉 我們在說的理由是在這裡 他 就是很害怕的投票率 第一百之三十 第一百之五十 所以 每次民調 如果我們的電視報告說 我差三%而已 我們還比較大便 把對方 縮1.5%過了 我們就贏了 有沒有 民調都說很好的 就是要鼓舞藍綠雙方的支持者 全部都出來投票 所以我們的投票率都75%到80% 這個卡到 總統 台選這個 70幾% 代表性就很高了 對不對 全世界都說 大部分人都出來投票 還有投票 都要通他的 自己通他的 馬英雄 你看 我看台灣人說 你們要適合 你們自己高興感染的 要有阿強阿倫的 好 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好 這樣 會補我還有兩分鐘 會補我繼續說 大家鼓勵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